宣化上人 这样拜佛胜过你打妄想拜百千万佛 我们信佛的人必须要拜佛 连佛都不拜 怎么谈得上信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礼拜佛像 有人说 这个佛像是木雕的 我们拜它有什么用啊 并不是这个佛像就是佛 你不要认错了 佛是变满一切处的 没有任何地方不是佛的法身所在地 这个木像不过是一种表法 用来代表佛而已 我们拜一位佛就是拜法戒佛 拜法戒佛也就是拜一位佛 因为十方三是佛 是同共义法身 所谓佛佛道同 我们要专一其心来观想拜佛 不打妄想 不是人虽然在这儿拜佛 可是这个心却跑了 正观修行礼 就不打这些个妄想了 拜佛就是一心拜佛 心不二用 不会在这儿拜着佛 还打其他的妄想 这种正观修行的一拜 你拜一佛 胜过你拜百千万佛 也就胜过其他那些 打妄想的人 拜百千万拜那么多 所以修行是要得其门而入 你要知道法门 你若不知道法门 虽然是一样的拜佛 人家那儿拜佛就是拜佛 你这拜佛就打妄想 等一下拜完佛 就去喝杯咖啡 或者饮点酒 你这样就不是正观修行制成礼 这是邪观 拜佛的时候不好好拜 尽打妄想 这就没有功德了 实相平等礼 就是不着相的平等礼拜三宝 恭敬佛 恭敬法 恭敬僧 没有分别的这么拜 一念也不生 一念也不灭 这就是不生不灭的一种实相平等法 所谓一念不生全体现 你真能拜佛 拜到一念不生 那时候十方世界就现全身 你这个身体虽然在这儿 但就和法界一样大 也就是实相 实相无相 你拜得无人 无我 无众生 无受者 和法界合成一体 你这个身体也就是法界 法界也就是你这个身体 你看这妙不妙 以前你的身 只有须弥衫那么一点点 须弥衫在法界里 就好像一粒微尘那么大而已 你不要以为须弥衫有多大 现在须弥衫在你的法身里边 你把须弥衫包住了 你看这妙不妙 所有宇宙的一切万物 没有不在你这个法性里头包着 也没有你不明白的 这种实相平等礼 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你若能以拜佛 拜到这种境界上 你说这个妙处 还能说得完吗 是说不完的 我做这种境界的天堡